情歌王子张信哲 就是推出限量黑胶唱片景点盘 他找来交响乐团助阵 只是这高规格的制作技术 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啊 我们光是办了演唱会 就已经花了700多万元币了吧 光是演唱会这部分 就算是15000张全部卖光光 其实还是赔 为了音乐真的是用心良苦 而最近歌坛最关注的话题 小歌非欺欺欺欺欺 对 阿哲哥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还蛮祝福他的 歌手要告别一个舞台 其实需要很大的决心 虽然告别舞台 但是他可以开启 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小歌中度退休风卖 让很多歌迷都相当不舍 阿哲哥会不会有一天 也突然投出这种震撼蛋呢 退休吗 没有耶 我的退休应该就是 慢慢转到幕后之类的 那至于 要不要离开舞台 我现在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听了可以放心 再听更多好歌咯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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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